中文字幕——YK 谢谢你们 好 那么台奖呢 跟大家讲 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人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实际上都有一个缘分 那么有的人呢是夫妻缘 有的人呢是跟孩子的缘分 还有的人呢 是和各种各样人 打交道的缘分 有的人就特别能够跟人家打交道 但是有的人呢就 非常容易得罪人 非常容易让人家接受不了 实际上这也是个缘分 那么夫妻之间呢 经常吵架的也是个缘分 那么人跟人之间呢 实际上恶气相加 也是个缘分 所以你们想想看 首先第一个缘分是什么 就是从家里开始的 你想想看过去 大家在家里经常吵架 那是这个恶缘 叫恶缘 那么两个人好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呢 叫善缘 实际上人家说 哎呦 我们真有缘分呢 实际上这个缘分里面 有好几种呢 一个是恶缘 一个是善缘 恶缘是什么呢 恶缘是逃不掉的 善缘是什么呢 善缘也是逃不掉的 但是善缘 如果你恶缘太多了 会把善缘去除 如果你恶缘太多的话呢 我刚刚就说了 把善缘会去除 但是善缘很多的话呢 同样也会把很多的恶缘去除 那就是要看你怎么做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以为呢 我从小算命 有人从小算命说 我38岁的时候 我会有钱 我会发财 你去看看这个人 到了几个人能够说准 他会发财 因为随着他时间的推移 他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 他的恶缘多了 所以他的善缘就会越来越少了 本来应该发财的 就是因为他自己 做了很多坏事 他没有发财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有钱了 这个人有钱之后 他开始抽烟了 他抽烟了之后 他对他的肺就不好了 从这个窗户关系 到后面看好了 这个窗户关系 声音太吵了 影响太吵了 好 谢谢 那么 这个 这个恶缘呢 慢慢慢慢的 在你身上呢 就会形成一个块 这个块是什么呢 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叫 灭障 你们听得懂吗 叫灭障 那么 灭障跟灵性是什么关系呢 灭障的这个块呢 经常在身上呢 比方说 我做很多坏事 好 做了一个坏事了 身上慢慢慢慢 身上就一块块黑了 那么这些黑的东西呢 不是马上有个报应的 它有一段时间的了 那么等到真的报应的时候呢 等到真的报应的时候呢 来的时候呢 它呢 已经呢 就是已经完了 已经在你身上形成一个块 这就是灭障 那么灵性是什么呢 灵性就是说 活的东西叫灵性 比方说 鬼叫灵性 那么有一个东西上你身了 也叫灵性 那么这些东西呢 在你家呢 你不知道怎么来对付它 在你身上 你也不知道怎么来对付它 在你所有的空间当中 有灵性 你也不知道怎么对付它 让你走出去摔一跤了 让你出车祸了 实际上都是灵性 你们看不见 台长曾经看见一个鬼 就是 一个人从上面走下楼梯 这个人就把手啊 这个鬼就把手伸在这里 这个人眼睛一看 是个楼梯 就脚往下踩 一踩 这鬼就把手一舍 一抽掉 那个人砰就摔下去 台长在很远的地方 看到他下楼梯 台长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个地方叫香满楼 吃 他们吃龙虾螃蟹的 一架子吃完了之后 我正好车开过去 我看见一个老妈妈 人家从饭店里出来 看见一个大的螃蟹 钳住了那个老妈妈的腿 老妈妈不知道了 我想走走走 突然之觉得 一般 蹦 从楼梯上就摔下去了 实际上这些灵性 无时无刻 他不在你的身边 实际上这些灵性 有看得见 有摸得见 也有一些 让你马上心灵上 着磨的东西 所以人有一个叫什么 人家说心磨 心磨是什么呢 当一个人心里 想不通的时候 他的心磨就来了 当一个人很难过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生的心病了 他的心里的病就来了 我告诉你们 不要吵架 一吵架 心磨就到 想贪一样东西 我想要钱 钱拿不到 磨就上一身 我想要这个事情 那个磨就上升 我想要那个事情 那个磨也上升 所以希望你们要记住 人时时刻刻和灵性在打交道 我们的爸爸妈妈 活着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 你们现在是不是跟台长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现在坐在下面 是生癌症了 只能活一个月 他是你的好朋友 你说他死掉之后 他是不是灵性 他就是鬼 活着叫人 死着就叫鬼 这个鬼就是在你身边的 你们活着不就是人吗 死着就不就是什么可怕的 你要救他 他来找你 就是这种麻烦事情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还人家的债 你不懂得怎么救人 你就很可怜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些事情 所以台长叫你们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 救灵性 实际上救灵性就是救你们自己的 一个人能够救自己 实际上就能救人家 因为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 他救不了人家 同样反过来 一个人愿意救人家的人 他就能救自己 因为救人家的人 他心中已经有佛了 他懂得要做好事 要帮助人家 这个人已经有菩萨在他心中了 所以他就能救得了自己 所以任何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开这个事物 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事情灾难来的时候 你们首先要想到 哎哟 虽然这是一个坏事 但是等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 我就是好事情 对不对 当这个事情没处理好了 就是一个坏事情 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 真正聪明的人 是懂得怎么样来化解身上的灾结 真正不聪明的人 是怎么样来应和这个社会竞争 来争 来争取 实际上争取 争来的东西 你一定不会好的 而得来的东西才是好的 所以台长呢 真的是劝你们呢 能够好好地修行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呢 有时候呢 我们行善事啊 是人天的 寻到 做善事的人 可以得到人天福报 什么叫人天福报啊 这个人为什么 他读书就这么好 为什么这个人 经济上就比人家好 为什么这个人 他在各方面 就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好 实际上他是自己修来的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很善良的人 在家里经常跟人家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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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 从来不吵架的人 你说这个人人缘好不好 过去我们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有一句话 叫 有了人缘 才会有裁员 有了裁员 才能有团缘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何其生财啊 而现在有几个人 何何其其啊 有几个人 能够好好地控制 自己的感情啊 想吵架就吵架 想不好就不好 想做任何事情 都会做出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 他任由自己 不好的感情在发展 他心中没有补华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 他永远是以我为主 他觉得我受气了 我难过了 我心灵不舒服了 我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实际上都是我了 因为一个人如果多想想人家 他就会克制住自己的毛病 所以要修人天福报是什么呢 人要有福气 天也会给你福气 人本身没福气 这个天也不会加福气到你身上 那么天的福气怎么来的呢 首先是人要做善事 才能得到这个福 那么有了这个福呢 他才能会有天助你 因为善良的人 人家说连天上都会帮助你的 坏人 天上的人都不会帮助你 你做了坏事 照样把你抓起来 对不对 那台长告诉你们 实际上很多案子 破掉的案子 实际上都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都是灵性帮助警察 在抓到 很多无名师 无头师 很多在河底存下去 沉下去的人 被人家石头冲下去 怎么会被警察抓到 你们想想看 很多都是给警察脱目 很多就是会让警察的意念 想到 我到这个地方去查一查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就是这么找到的 所以一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 聪明反备聪明误 很多人不懂啊 你们想想看台长 看得见灵界的东西 而你们看不见 你们就以为没有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灵界的东西 什么叫有 什么叫没有 你们知道吗 美国专家早就研究过 80%是暗物质 暗物质就是空气啊 水质都看 空气啊 那种细菌啊 那种电波啊 都是看不见的 菩萨你看得见吗 你看不见的 就是这些东西 它在人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它让你经常生气 经常让你难过 经常让你不开心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它让你经常摔跤 让你倒霉 为什么很多人心想事不成啊 那台长告诉你好 为什么很多人生癌症呢 台长告诉你好 我什么都能告诉你 就是鬼在手上 我亲眼看见 这鬼就是 他一般的打胎的女人啊 他的鬼是在哪里 两个脚啊 小鬼的两个脚就缠着你的腰 两个手就搭住你的脖子 所以很多打过胎的女人 腰都不好 而且很容易把脾气 而且很多事情 妇科都会生出来很多的病 就是他不断的折磨你 因为你把他打死了 所以他不能承受这个压力 你们大家知道 所以你们知道 吵架实际上 一个人身上一定有鬼啊 因为没鬼的人 正常的人应该是不会吵架的 人是应该有自知控制能力 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去看看 没有自己还没有发脾气的时候 你们看看这个脸 照照镜子 好不好 都规规矩矩的 小兮兮的 至少不笑的也是这样 对不对啊 你看吵架的时候 看见了吗 鬼样出来 因为这个鬼在你身上 你吵架的时候 这个样子就跟鬼一样 很多男人女人吵起架了呀 样子难看了不得了 真的 齿牙裂嘴了 我看他 讲成那个样子 我告诉你 整个脸都变了 你想想看 你不要假的 那个脸就是鬼脸 所以不要吵架 你看看对方那个脸 你就知道他说 我们身上有没有鬼了 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怕的 最要紧的是什么呢 最要紧的是要远离 要懂得这些道理 如果你不懂得道理 你吵架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当你懂不懂得这些道理之后 你心里会开心 会越来越开心 台长呢 待会儿呢 还是给你们问问问题 来一次呢 很多人准备设想 多问台长一些问题 因为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台长的当场呢 待会儿就告诉你们 给你们看 你们知道吗 很多都是讨债鬼啊 孩子生出来都是讨债鬼啊 而且很多你们知道吗 很多台长给人家看 很多小孩子啊 生出来之后啊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喜欢的不得了 哎呦 小宝贝啊 小宝贝 为什么你知道吗 台长看到 有的都是他的奶奶 爷爷投胎啊 就是他的祖宗啊 又投到他家里来做 来要债了 过去爷爷奶奶 为他们家里不足太多了 又投到他家里来了 所以很多小孩子 生出来之后 爷爷奶奶抱着他 就说 哎呀 小祖宗啊 对不对啊 这不就祖宗吧 他看不见 他有感觉啊 他爱他 爱得不得了啊 这就是道理 你们不懂啊 我看见很多夫妻啊 都是兄弟啊 我看见很多夫妻啊 都是冤家呀 我看到 曾经看到一个人 真的 我也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一个男的 救过一个妓女 救过一个妓女 这个妓女这辈子 到人间来还她的债 这个男的怎么样打她 我给她看出来 这个男的是过去 是一个警察 我看到像 就是像这个鬼满时期的警察 戴这种帽子的 这个女的 我看她穿个旗袍 那种样子 我一看就是知道是妓女 所以那个男的救过她 所以这辈子呢 这个女的就一天都晚被她打 还债 那个男的就一天都晚欺负她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姻缘的 今天你们吵架 明天吵架 都是有姻缘 爸爸妈妈吵架 也是有因果的 你想想看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因果呢 你对人家好 人家对你好 你吃饭吃得好 你肚子不好 身体好 你吃饭吃得坏了 你人就瘦了 你今天种瓜得瓜 种豆得动 你想说说看 你种下去的是 苦瓜 你能长出西瓜出来吗 你想想看 你对人家不好 你想要人家对你好 这个可能吗 你想想看 你不想劳动 你就想赚钱 这个可能吗 这个就叫天理 这个就叫因果 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有因果的 你对人家好一分 人家一定对你好一分 你觉得这个男的 对你不好了 我告诉你 绝对是你的因果 你肯定对他 也不怎么样 夫妻之间吵架 两个人吵架 我告诉你 就是半斤八两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 在我们悉尼 在澳大利亚 有一对老华侨 夫妻经常吵架 老华侨呢 经常有个association 就是人家这种协会 他们两个人呢 他经常的就去跟人家讲 女的呢 到处去讲 你看这个老公啊 混蛋啊 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那个男的呢 跑到去做了 你看啊 手啊拉开 全都给他划了一条一条的 你看他抓我 身体啊 打我呀 到处去讲 讲到最后 你知道人家怎么讲的 一堆混蛋 你想想看 好人跟坏人会搞在一起吗 你如果两个人吵架 两个人就是坏人 你一个人吵架 一个人不吵 一个人就是有修养的人 这个是千真万真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能够有 包含着自己 能够让自己不吵架 实际上这就是学佛 因为你要想到他可怜 想到他跟你一起生活不容易 想到他帮了你很多 所以佛法就是叫人家 当你想到人家 恨人家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 你不要去恨他 你想他可怜的地方 这叫自卑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烦恼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你这个人 烦恼经常放在心上的话 你这个人是烦恼 之中更烦 你们大家明白台长意思吗 什么叫烦恼之中更烦呢 很简单 因为你把烦恼 不好的东西放在心上了 所以你就会更烦恼 如果你不烦恼了 实际上你把那种不好的东西 拿掉了 那你就不烦恼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被人家偷掉一千块钱 对不对 你难过了吧 不开心了吗 烦恼了吗 哎呀 小了一小 我这一千块钱 我买多少东西啊 哎呀 我这一千块钱怎么样 你越想越难过呀 对不对呀 越想 哎呦 我一千块钱 我可以吃多少东西啊 我家里油可以买多少啊 哎呀 我小孩子尿片可以买多少啊 那油越是想的 越想越难过 越想的 好像 好了 难过的不得了 越难过自己身体越不好 越受伤害 所以呢 要叫你们 就是把那些难过忘掉 那么很多人很难忘掉 对不对呀 为什么很难忘掉 因为啊 他控制不住自己 那么台长 教你们方法 怎么来忘掉 那么就是 最好是念念心经 因为让自己安定下来 你们知道 一个人很难安定啊 你们知道 很多做爸爸妈妈 脾气不好啊 害孩子啊 就是因为他身上有灵性啊 他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一个小孩子 很小的 只有七八岁啊 不要六七岁 不懂啊 看见爸爸桌子上有个钱 他玩完 完了之后呢 忘记了 一千块钱 那个是台湾的事情 他把它藏在口袋里 结果呢 爸爸妈妈找钱 找来找去找不到 到处去问 到处去看 哎呀 他房间里翻透了 钱都没找到 结果 最后从他口袋里找到了 他爸爸 这叫情绪失控啊 你这个小家伙 你居然把钱拿到口袋里了 一个嘴巴打过去 把孩子耳朵就从此打涌掉了 你们想想看 对不对 什么管理都有 你们情绪管理能管得好吗 你们懂得怎么样 来控制自己的脾气呢 你们懂得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不发脾气呢 你们懂得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呢 因为很多事情 你现在不心安理得呀 你难过呀 你后悔呀 你们想想看 你们年轻的时候 做错多少事情了 现在想起来 你们后悔不后悔啊 你们谁敢告诉我说 我不后悔 我从来没做过坏事 我从来没做错事情过 你们告诉我可能不可能 我只要讲一句话给你们听 你们就明白了 一辈子赚不完的便宜 一辈子吃不完的亏 赚不完的便宜了 一个人永远没有balance 没有平衡的 这个地方吃亏了 那个地方赚便宜了 那个之前赚便宜了 那个事情就吃亏了 所以你不要针对某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赚便宜 对不对呀 很多人就是 我非要赚便宜这件事情 我非要成功 实际上你这里失败了 那里成功了 那里成功了 那里又要失败了 家里也是的 你老婆跟老公两个人也是的 你今天你骂了他了 他不讲话了 他一定会想办法跟你报复的 他就算不能跟你报复的话 他做菜的时候会给你报复 对不对呀 很多人不就是这样吗 你们想想看就知道了 比方说老公骂他了 骂完之后老婆心里难过了 好了第二天 小菜 菜啊 咸得不得了 就给你吃咸得怎么样 心里小啊 难过啊 你骂我 我就给你吃咸的 然后 哎 怎么这么咸的 哦 不讲话了 好 报复机会来了 你讲啊 好了 明天 菜来了 一点盐都不放 你一吃 哎 你怎么 这么淡啊 盐都没有 开始来了 我 你要吃到饭店里去吃 今天不咸了 明天不淡了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吃啊 啊 你搞什么东西啊 你天天在家里要搞事情是吧 开始开蓝盘炮 机关枪开始了 这个人的心态啊 永远是要报复的 你讲他一句 他要讲你一句 你骂他一句 他要骂你一句 你对他不好 他一定会对你不好 所以人最聪明的人 是你要对人家好 人家才会对你好 你不想对人家好 你永远得不到人家对你好 这个聪明的人是这样的啦 而笨的人呢 永远对人家不好 怀疑人家 嫉妒人家 称恨人家 你想想他这种人活在世界上 他能得到好的回报吗 对不对啊 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讲的是什么 想求 但是求不得 得不得 你说得不得难过不得 对不对 想让儿子考进精英中学 考不上 想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北大清华 考不上 你说难过不难过 孩子压力大的不得了 现在的孩子很难过啊 自杀的也有啊 现在很多孩子考不上没面子了 在家里自闭症啊 这都是毛病啊 实际上这些毛病 这些问题怎么来的 你们告诉我 这些毛病 这些问题就是 你们自己不了解情况 这个孩子能不能考上 如果有智慧的爸爸妈妈 我不催孩子去考 我随缘 我希望孩子努力 对不对啊 就像很多人玩股票一样 今天看见 很多玩股票的人 你们知道吗 医生告诉我呢 医生告诉我 很多玩股票的人 心脏都不好啊 你想想看 他股票上去了 他心率加快了 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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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开心啊 像打麻将呀 麻将要赢的时候啊 他的心啊 跳的快了不得了 摸摸了 哎呀 哎呀 你说他心快不快 跳了啊 好了快一会 你摸 哎呀 来了吧 心脏好不好 一会儿跳的这么快 一会儿跳的这么慢 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好 对不对 明白不明白 人的心脏 就是被自己弄坏的 恨的时候难过吗 爱的时候难过吗 你们下面做的很多女士 爱过一个人啊 呵呵 你们会爱过一个人啊 你们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爱多少人啊 爱不到的时候难过吗 爱到的时候开心吗 心跳啊 哎呀 跳起来是这么跳法的 哈哈哈哈 好了 恨起来的时候 心脏也坏了 你们明白了吗 这个心就是被你们弄坏的 因为你们经常心动啊 所以台长经常讲一句话 很多人做广告的时候 就是抓住人家的心啊 他怎么讲呢 广告 哎呀 这个东西真的好 就是好 心动 心动不如行动 他知道你的心一动 你就会有行动要买了 他知道心是指挥你的行动的 这是 这是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思维 你心不动 你手绝对不会动的 你去爱一个人 你想做一件事情 你心一定先想了 你才会做出动作出来 明白了吗 你跑上去跟人家握手的话 你不想跟他握手 你的手会伸出去吗 对不对呀 就这个道理 你想做一件事情 我想到这个公司去 让老板对我更好 或者我自己以后要出来 你心一动 你第二天给老板的眼睛就不一样了 你还没有想自己做老板的时候 你看见老板 真好 你等到自己说 老板这事情我都会做了 我无所谓了 我明天要走了 我不想在你公司账班了 老板跟你说什么 你保证了 怎么样 对不对呀 他心动了 他心动就出来了 他牛了 他不卖账了 看得出来的 人的毛病什么都看得出来的 台长把你们身上什么的毛病都看得出来 我就是不用这种天眼 不用这种神通给你们看 你们这些毛病也逃不过我 何况台长还有这个功能 待会我一定把功能写话给你们看看 你们什么话都不要讲 台长把你们身上的毛病全讲出 对不对呀 所以你们很多人从德国赶到巴黎 又从苏里兰 又赶到法国 哎呀 不圆万里 来到中国 那时候白球恩不是你们 所以要告诉你们 一个人的缘分 有缘千里一线天 有缘分也不一定是男女之缘呀 有缘分是什么 有缘分有时候就是 跟你们大家交朋友也是一种缘分 对不对呀 今天把你们当朋友一样 坐在一起大家聊聊 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多好 对不对呀 你想想在法国呀 啊 啊 在法台七呀 啊 跟大家在一起啊 对不对呀 能有这个机会吗 很少啊 能有这个机会在一起 就是一种缘分 所以有时候想想 过去的老公 过去的老婆 结婚的时候 很好 有一段时间了 到真的走了 然后想两妈心疼 就算你现在跟这个 我 我这次在 在德国 碰到一个 一个信众 就是一个佛友 他不就是告诉我吗 他跟我说 卢台长 他不是在哭吗 一个女孩子 他说 卢台长 你知道吗 我的老公啊 开始跟我 一直 对我好了 是百分之一百八 在机场里的那个女孩子 我就不想讲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下面做的 反正他告诉我 他的老公对他好了一百八 狂追他呀 结果他就是觉得 你要狂追我 我也无所谓 结果给他追着了 结婚了 结婚之后 他一直就这么冷冷淡的 好像你总会是对我好的 没想到这小子啊 变心了 外面就找了一个了 你明白了吧 所以找了一个之后呢 就跟他拜拜了 拜拜之后 他当时伤心的 不得了啊 难过啊 难过啊 想想自己也不对啊 结果你知道 什么事情发生了 结果他老公跟那个女的 没好了多少时间 啪 又断掉了 断掉了之后呢 他又回到他家里 去找他了 回到家里找他 你应该对他好一点啊 你应该接受教训 过去两个人都有毛病啊 不是人家 这个男的一个人的毛病啊 但是他没有改 他就开始骂了 这种没有良心啊 你不是东西 你不要回来啦 你又本身不要回来呢 给他脸看 让他难受 结果那个男的又走了 这就是自己不珍惜缘分 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讲 希望你们珍惜缘分 台长讲的白话佛法 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因为我讲的是生活语言 我用很深奥的佛法 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大家 要吸缘了 要张吸缘分 而且要随缘 不要去攀缘了 因为当你一去攀 得不到的东西 你硬要得到 实际上得到了就是 很酸的东西 用人间的话讲 强扭的瓜不甜 还没有成熟的果子 吃在嘴里那是酸的 对不对啊 你们法国现在信众不多 台长这次来呢 跟大家结个缘 那等到以后来了 对不对 越来越多了 那么台长这个缘分就熟了 我都能救你们更多的人 你们想想看台长到香港 到马来西亚 几千个人在那里 我也就台长 那台长这个感觉 哎呀 这么多人要救我苦难 那么我看见你们人少 难道台长就变了吗 我还是老样子 我看见你们 每一个人都能救出 十个八个的话 那么你今天五十个的话 不就是五百个人吗 你要这么想的话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 语重心长的救你们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台长真的是很爱护你们的 希望你们家里不要再吵 希望你们的孩子好 希望你们有孩子的有 没有孩子的也要有 或者家里的缘分都要顺 什么事情都要越来越好 我们说花好越圆了 你们知道花是什么 花 进菩萨的花你们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吗 所以很多人献花都不懂了 花实际上就是一个果实了 因为花已经是开成那个因果的果了 所以给菩萨献花 实际上就是让你的果实早一点成熟了 很多人不懂的了 而且献花的人会越来越漂亮 明白了吗 你看他说yes 这小孩子很有误性 不过他说的是法语 我听不懂 所以呢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大家能聚在一起 就是一种缘分 我们大家呢要互相要帮助 大家好人才能聚在一起啊 你想想看 人跟人天天不开心 天天你怀疑我 我怀疑你 那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多累啊 他没有意思 对不对啊 所以呢你们今天来 很多人呢 已经有的是我的弟子了 还有的呢 是今天来听听的 没关系 听听台长照样让你相信 你只要有耐心听 台长一定待会告诉你 让你当场相信 你们都可以看到 台长看到了些什么准不准 我可以告诉你 台长可以看到你的将来 可以看到你的过去 也能看到你什么时候死了 也可以看见你什么东西有 什么东西没有 你什么都能看见 算命的人可怜的啊 你去找他算命的时候 他也很准 但是他就算了 他也让你 只抽英雄 成词无畏 然后说过来 那台长厉害了 啊 七秒钟 看到了 对不对啊 人家改名字 改一个名字花多少钱啊 花很多钱 然后他就算 哎呀 这个阴阳调和 天地人 怎么一弄 阴阳五行啊 八卦 你叫某某某某 台长往天上一看 嗯这个名字还不好 就是欠缺 这个灵啊 这个把这么好的灵的东西 带到法国来了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你们法国什么东西都要税 那么台长这么看一看 也要加税了 啊 跟你们 讲了 台长啊 啊 什么都不要 啊 白送给你们 就有一点 要你们生活好 工作好 学习好 什么都好 大家说对不对啊 很多人呢 听台长讲话呢 啊 啊 总是要学到点东西 实际上台长知道你们呢 像今天坐在这里呢 很多人呢 是有问题来的 啊 其实上 假装现在人和认真呢 在那里看 嗯 听我这样讲 嗯 实际上心里讲 待会儿我也要抽到好 让我来问问吧 对不对啊 好 台长呢 今天是这样 尽量的能够满足大家 啊 啊 抽好的先抽 抽到实在不行的话呢 反正人少啊 啊 举举手 台长照样给你看看啊 啊 台长跟你说 真的很灵的 你身上有毛病 台长也看得出来 你身上有潜伏的病 台长也看得出来 你们知道上海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我的台长的姓佛友啊 我告诉你 真的很可怜 他打电话进来 长途 哎呀 陆台长我打进来了 结果呢 你帮我看看 我说他这个地方啊 有黑气 可能是想长东西啊 结果他一个月之后 他说 罗台长 他工作很忙嘛 他说 罗台长肯定说得准的 我去查一下 结果查出来 就是石刀案 所以这种太多了 我可以看到一个肝 你看着肝不肝呢 上的地方都看得出 而且看得出你们肚子上 有没有动过手术 连刀疤都看得出来 笔钞一样 扫描扫到哪里 肠子都看得出来 我讲给你们听啊 你们不要 哈塞伟友 我告诉你啊 你们记住啊 我是怎么看法 我教你们啊 当然你们看不出来 比方说我第一步看 我现在看你们的脸 都是这样正常 对不对 那么 天眼是什么意思呢 我往里边看 明白吧 我看第二层 我打开眼第二层 看进去之后呢 就是看到了你的筋和血和肉 就是没皮一样的 你们不是看过那个 Airport的机船里面 不是有那种X-ray吗 对不对啊 那就是这么看 你们的血在走 我再往里边看 就看到了骨头了 就看到了细胞了 真的这么看出来啊 所以我看女人男人 你们以为 哎呦呦呦 这个人好看难看 实际上台长往里边看 哎呦 这哭头了 你说怎么好看啊 哎呀 又是图纸 又是抹粉 花一个小时 花了半天 被台长像X光一照 哎呦 哈塞伟 都是皮皮肉肉 津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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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的 真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啊 你们一天都 台长给我看看 我看了累不累啊 还有啦 如果单单这个身体倒算了啦 所以台长尽量不看 我讲给你们听怎么看到的 你们知道吗 就像电脑里面啊 你打进去一个地方 你再点进去不是又看到里面了吗 对不对啊 你再点一个东西 它不是又看到里面了吗 一样的 明白了吗 所以台长尽量看看你们表面上的东西 哎呀 蛮好的 蛮开心的 哎呦 漂亮嘞 蛮好的 不能往里面看的吧 所以人的心灵为什么看不透啊 肮脏了 当一个人跟一个人不好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心变了 你再这么留他也留不住了 他对你不好了 所以人的心是最难控制的 你们听得懂吗 什么叫伤心啊 没有说啊 我伤费啊 对不对啊 跟男朋友不好了 我伤费啊 还有的人说 哎呀 我伤腰啊 那是你自己拿东西不当心 感情上的东西全部是伤心的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心为主 肝为父 经常生气的人肝会不好 人天天说我要活命 我要活命 实际上人做出的事情要活命 你举个简单例子 谁都不想死 你看他天天抽烟 他知道肺会不好 他天天抽烟 你说时间长了 他的寿命会长了 你说很多人干不好 为什么 他天天喝酒 他明明知道 喝酒会所会干的 而且那个寿命会短 他就是天天喝酒 还有的人 叫摩托车比赛 妈妈跟他说 妈妈我现在出去了 摩托车比赛 你说人都很爱惜生命 但是就是他这个摩托车比赛 帽子一戴 咚一撞 过得白了 没了 从此以后这个人就没了 你想想看 人现在是不是概念颠倒了 是不是明明知道 不要做的事情 他非要去做 是不是傻得可怜 明明知道这个事情 最好不要去跟他吵架 我非要吵 吵完了之后 人家来搞你 对不对 台长就听了一个听众跟我讲过 我说你不要去打官司 你打了没意思 陆台长我这口气我咽不下 我说你要克制 结果去打了 一打就是打了一年半 花掉了不知道多少万块钱 比他实际上要打回官司的两万块钱 不知道要花出更多的钱 全部给律师拿去了 你想想看 你想不通 你难过 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你损失多大 有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你忍一下就过了 有的时候 有一个听众告诉我说 他老婆讲话像打机关枪一样 很讨厌 听到他的声音 他就难过 最后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棉花球塞住耳朵 这也是个好方法 他说塞住耳朵之后 他就看见他老婆的嘴巴就这么动 没有声音的 对不对啊 实际上这叫什么道理啊 这就是说要回避法 学佛的人要懂得回避 他身上有鬼了 我暂时先不要跟他吵 他男的发脾气的时候 说明男的身上有东西了 我赶紧逃走 不要跟他讲 那女的发脾气的时候 男的又不要吵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取得意义 一个平衡 实际上佛法上面讲叫什么呢 就是要懂得 要懂得叫人辱精进 要忍耐 要人家羞辱你 你也要能够懂得精进 人的毛病是什么 老觉得人家都在看他 那我们小时候 小男孩不肯剔头的 因为什么一剔头 到学校里啊 都觉得大家都在看他 对不对啊 小孩子你叫他剔头 他不肯的 为什么一到精辟头 不打三剂 臭眉头 啪啪啪被人家打了 实际上他感觉我到学校里 大家都在看我的头 谁知道谁看你了 我们人也是这样 叫他承认一个缺点 承认一个错误 这三个字可难呢 对不起三个字真的不肯讲啊 学末的人就要懂得对不起 因为对不起之后 你就等于上橡皮把你不好的东西就擦掉了 你不肯对不起 你这个肮脏的东西就在你心里 你就很难过 你就放不掉 你们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得要用对不起来改变自己 因为讲一句对不起 你没有丝毫损失 因为你得到的是人家不跟你吵了 不骂你了 对你好了 而且你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你心里平安 人家不会再跟你吵架了 因为你说我对不起我错了 你损失了什么 你嘴巴动了一动 你损失了什么 什么都没损失 而你得到的是人家原谅了你 人家原谅你 你心里舒服了 你开心了 对不对啊 你就讲一个对不起 又对你有什么损失 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精进 要拼命的去努力 今天你们有很多人 就是非常努力 从苏里南港过来 哎呀 哎呀 我听他们说 那个地方的人是热带 好像心情很奔放 很豪放的人 实际上告诉大家 学佛也是要努力 也是要热血沸腾的血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能够让你上进 能够让你解决你身上 很多毛病嘛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 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 台长呢 留点时间呢 就给大家呢 看看头疼 跟大家呢 说说 我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今天呢 就说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这个椅子怎么不把它弄到德国去呢 带着我腰站在那里很累 这椅子蛮很高 那么接下去呢 就给大家问点问题 好吧 站起来吧 就站着就可以 不要出来 话筒没有 你就讲吧 所以一个话筒就 好 你妈妈是吧 几几年属什么的 五一年属兔子的 我看你妈妈好像不在海外 好像在中国 在中国 还行吗 这个兔子呢 现在呢 我告诉你 在脖子这里也不好 不但那是头 颈椎脖子这里也不好 明白了吗 这个地方呢 我看见你妈妈身上有个小鬼 就是你妈妈一定 就是流产过 或者打过胎 那如果说 我给 反正就是说 现在没有超度 你给她超度十七张 小房子 你看看看 多孝顺的 我一说了 给妈妈超度 孝顺的不得了 应该买个麦当劳 明白了吗 好不好 慢慢念 你妈妈不相信 也是吃苦 明白吗 因为你妈妈这个灵性 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灭脏 而且能让你妈妈病越来越重 明白吗 这个对她的寿命会受影响的 因为任何的鬼在身上时间太长 都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好不好 她摇头的毛病 就是这个毛病 而且我看你妈妈这个后面 这个颈椎 这个筋 就这个脊柱 这个地方 好像有点歪 所以你妈妈头 平时不是摇头的时候 也不正的 有点偏的 是不是啊 别老 还有什么问题 那实际上要告诉你们 台长给你们讲的都是实话啊 我看到的事情 我都告诉你 她现在问的问题是说要捐器官 捐器官 那么到底好不好 那么从人道上面来讲啊 人家啊 比方说这个器官 他要死了 他把器官捐出来给人家 不是说帮助人家吗 挺好的吗 但是台长首先告诉你 我看到的很多的鬼 有的就是捐过器官的 捐了一个手出去 这个鬼出来 看他的孩子的时候 就是没手的 还有的把眼珠子捐出去的话 这个鬼出来 还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孩子会吓得哭的 就是这个人眼珠子是没有的 听得懂吗 很多这个地方有个洞 就是这鬼来看自己孩子的时候 他虽然他没有肉身啊 但是这个灵体上 就少一个洞 就是心脏捐出去 就心脏没有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呢 从人道上来讲 人间的事情来讲 你可以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玄学上面来讲 最好不要捐 还有有些人 把什么骨灰撒在海里了 或者怎么样了 实际上应该是路土为安 因为爸爸妈妈的风水 会避孕自己的孩子 爸爸妈妈身上 如果缺胳膊少腿的话 孩子一定倒霉 孙子也会倒霉 听得懂吗 一个正常的人 过去身中讲起来 和尚遗孤 如果你身上残缺不齐的 就是你孽上很深 连和尚遗孤你都没有资格做 听得懂了吗 所以最好不要捐 那如果因为已经签好了 他可能有做书 也会调掉 签好了 那就没办法了 签好了最好去反悔一下 我看也不会罚款 明白了吗 这本身是自决自愿的 对不对呀 我想想看 这个签的合约怎么样 说死后才怎么样 那遗孤都能改呀 对不对呀 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想想我不能捐了 他拿你怎么样啊 好款 打碎 好了 这个不是功德 这个是善事 而善事损害自己太重的利益 去帮助人家的善事 实际上这个善事付出的太多了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救个人 看见这个人掉在水里了 因为我不会游泳 我蹦跳下去了 你死了 对不对呀 你没把他救上来 这是个善事 没有功德 你有本事 你把人家救上来了 救人一命 胜造奇迹佛陀 你没有把他救上来 这算什么好功德呀 有本事的人把他救上来 那么你就要有功德 对不对呀 好不好 帮助你 下一个 12号 12号 好 坐着吧 坐着吧 没关系 现在19号做准备 19号 台长刚刚看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能看见他妈妈在中国 他刚刚问他妈妈 为什么台长第一句话说 你妈妈在中国不在海外 很简单 他妈妈这个图腾一打上去 一看边上 我只要一看边上 古色古香的中国的房子 他住在里面 台长马上讲给你听 你妈妈住的是高层 就是人家楼房 告诉大家 对不对啊 不要讲 诚心诚心 所以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老实一点 连你们活几岁 我都能看得出来 你们想多活一点 台长就不理你们了 好了 讲吧 我问一下我妈妈 是四六年的狗 问她的身体 四六年属狗的 问她身体 对 哇 你妈妈非常操劳啊 是 非常勤劳的一个人啊 我告诉你啊 我看见你妈妈 很多事情放不下 没错 身体 腰不好 关节不好 听得懂吗 还有 我告诉你 这个部位 就是心脏 和肠胃这个部位 也有黑颜色 黑气 但是不是太重 颜色不是太深 说明肠胃蠕动不好 对 经常吃胃药 明白了吗 所以呢 你要帮你妈妈呢 最好劝劝她 台长 那个妈妈听了 您半小时的录音 就开始教我 教她念大别多念青金 她现在这些金都会背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啊 人家做广告的 台长从来不做广告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让路再展开一看 一定会让你烦恼回的环童 所以我告诉你啦 你妈妈这叫开悟了 能够念经就能改变自己 明白了吗 但是叫你妈妈要当心 我妈妈话比较多了一点 非常对 什么都看得出来的 你妈妈 我看见你妈妈穿得很朴素 穿得很朴素 不是像女人打扮的很好的 你告诉大家对不对 对啊 我看得很朴素 我看得很朴素 很端庄的 我刚刚图腾 你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啊 妈妈 我想问一下妈妈 他有没有菩萨保佑的 有啦 他已经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了 谢谢 你们家负了一尊观世音菩萨 对妈妈不理 什么都看得见 要不要看看你们家没机照啊 看看你家水托放在哪里我都看得出来了 人家的沙发不是太大 很普通的 对 看见了吗 对 随便老点出来讲一讲 吓死你们了 你看看 跑到法兰西了 好了 想问一下那个 妈妈需要念几张小房子 妈妈需要念几张小房子 看看啊 妈妈一共要念28张小房子 好 好吗 妈妈现在很好啊 我告诉你啊 过去有点偏头痛啊 经常偏头痛 对 现在会越来越好了 妈妈确实是总是有心思 有很重的心思 对 她 你们家里几个孩子啊 四 四个有一个特别讨债的知道吗 果真如此 无论胡啊 好了 我们用替一个同学问一下 就是 75年的兔子 问一下他的子女 75年属兔子的 问什么 问他的子女 几个子女啊 就是问他 75年属兔子是吧 对对对 现在不行 什么时候 男生孩子啊 哦 他身上有很多灵性 过去海鲜也吃了很多 他在这里 喉咙 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身体的一半 前半部分不好 后半部分还可以 你听得懂吗 就是包括他的 包括我看他 我看他有问题 就是他的身体啊 他有问题 嗯 有点麻烦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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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老公啊 他是女的是吧 对对对 他的老公啊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跟他两个人 从灵界讲 是有冤结 两个人在图层当中 是勾在打成 打起来一样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老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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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药系统 有问题 嗯 你可以去查的 好像像人家说 医生说的 我不大懂 好像经验 好像不够什么 数量啊 这种之类的 对 有问题 那女的呢 问题小 那个男的问题大 明白吗 再有个问题呢 就是男的不是太相信 看见了吗 现在他应该 这个人啊 你知道为什么会 对孩子不一定生的粗啊 因为这个男的 有点喝酒 也不知道是粗烟 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 嗯 他好像不抽烟 也不喝酒 这个到时候 没有抽烟 没喝酒 他肯定有一个 不大好的习惯 嗯 那么有一个习惯 就不能讲了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经常啊 做一些啊 这种事情的人 对生孩子也是会有影响的 到时候就生不住人 听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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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位朋友 他应该是说 怎么样通过念经来的 每天要给他念心经 念七遍 然后自己念 准替神咒 他还要念 那个大吉祥天女神咒 明白吗 然后呢 心经是念给他 也念给自己 本身这个女孩子呢 要加强大悲咒 明白吗 大悲咒呢 实际上是求观世音 菩萨给他指定 心经呢 是让他解开歌的 然后呢 准替神咒呢 加快他心想事成 大吉祥天女神咒呢 是降吉祥与人间 与福报与献报 也就是说 让他过去生中的福报 现在先用出来 当然以后没了 那么以后再修 就是把存款先拿出来用 你才无印要生孩子 要生出来 你就必须拿存款拿出来用 听得懂吗 他需要念多少章小章 哎 一个人不能问这么长了啊 不能问这么多人怎么办啊 念小房子可以告诉你啊 小房子叫他念四十九章 好 谢谢谢谢 好吗 接下来十九号 十九号 呃 八号做准备 八号 那 讲吧 谢谢台长 我想让台长看下我自己 80年的佛陈 你想让台长看看你自己 86年的佛 80年的佛 我长期身体虚弱 哇你身上有灵性 你的脸部啊 你的脸部这里啊 经常有些东西啊 我告诉你 你的鼻子啊 嘴巴这里啊 有怪怪的东西 你的鼻子会经常塞住 喉咙这里会难过 咳嗽 谈多咽喉发言 嘴巴里经常会好像有谈的生活 这种东西 眼睛会干 因为他在你面门上 听得懂吗 看见吗 经常上呼吸到蓝蓝 你呢 有点还在了命 实际上你很关心人家 如果你要跟人家男人好的话 这个男人也是蛮开心的 因为你很关心人家 你很帮助人家 但是呢 人家不一定对你好 然后呢 你就嫉妒了 就要报复了 你很厉害的 明白了吗 哈哈哈哈 原来人家嘴巴太会讲了 麻烦多多 好不好啊 那我应该怎么念 念心经每天念七遍 一定要念 大悲咒念三遍 好吧 那这个这一部分的 这个部分的小房子 要念二十七章 你就慢慢念 把它念完为止 你看看愿念 你会越聪明 你会多买些花 啊 买些花 献给菩萨 啊 会人会越变越漂亮 明白了吗 啊 用不着减肥的 很多人胖胖的 也是很可爱的 明白吗 拼命的捡 你又不是没捡过 台上感应都能感应出来 捡了一半 捡不瘦来 又胖了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好了 还想再让台长看一下 运程 运程 你现在几岁啊 三十一 三十一岁 好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三十一岁 一 三十一 三十一二岁都还可以 还是要混得过去 你要记住 三十三和三十四这两年 你会很倒霉 然后你才会慢慢的走路渐进 就是家境 越来越好 听得懂吗 那我接下来做哪一行比较好 你啊 实际上你啊 做Sales也蛮好 我觉得你这个人做Sales 就是销售员 或者用嘴巴 靠嘴巴吃饭的 靠嘴巴吃饭的 跟人家说哎呦这个东西很好了 这个产品很好了 啊 啊 它行的 嘴巴行的 很会讲的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做老师们也是没办法讲的 对不对啊 当然有些东西就是要考虑考虑了 如果有些东西是什么 传销的东西 你就当心一点 啊 明白了吗 什么黄金豆腐了 嘿嘿嘿 所以就跟你讲了 就是你要经常去用嘴巴赚钱 能赚得到 你不是说闷声不响的人 明白吗 你的性格很 比较外向的 你跟好的人 开心的人 咔咔咔 讲很多话呢 更开心了 明白吗 但是你对人家不好的话 你哔哔哔骂人家 雷雷雷雷雷雷 明白了吗 好了 还有问题啊 我想看一下那个 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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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属什么猴子 现在有吗 现在有 当心啊 猴子跟现在另外一个 生肖两个人呢 有点碰 经常会争吵 经常会争吵 我不知道我看到是过去的 还是现在一个 从我现在图灯上看见有一个吵的 可能是你过去跟一个谈得很好 后来吹掉了 你过去跟人家好 或者人家很想跟你好的 或者谈过一段时间的 肚子跟人家好 现在没有跟他联系的 现在这个是另外一个对不对 另外一个现在看看也有点麻烦 因为也有点打架 真的懂吗 因为你个性比较强 你的命比较硬 你别看你啊 你的命慢硬的 你在家里也是的 爸爸妈妈都要听你的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好了 我就想看一下跟现在 不能看太多了 他这个男朋友 跟他的结果 好了 好好的念姐姐做吧 好吧 没多少时间啊 没多少时间啊 一个人不能问这么多问题的 大家都有点机会啊 少问几个问题啊 接下来是八号 八号 八号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以前我在十年前吧 好像也是一个 不知道开店还是怎么着 反正我在街上走 他就在他旁边抓我 他就说你小伙子你过来一下 我们五个人 我们三个人并排走 然后我叫过来 他说你这个地方有个红质 穿冬天穿很厚的衣服啊 他说我身上有个红质 然后我说我不可能 我说我洗这么多时间 早从来只能有红质 他说你打开一看 然后我就脱脱脱脱脱脱 这真的有个红质知道吧 我说我告诉你这有红质 他知道你身上有五块钱 他知道我身上有五块钱 然后我就说我给你 然后他说你这有红质 你知道为什么有红质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你的姐姐 他说我说我上面没有姐姐 然后我就问我爸妈 他妈也是没有姐姐 然后他遇见到我十年之后 会到法国 会到西方的定居 大家听到了吗 听到了 那你拿话筒吧 然后他遇见到我十年之后 我就说你会去西方 你不会带这边的 然后他说你身上肯定是个姐姐 你的命是先开发后结果 然后我问我爸爸妈妈都不相信 都说肯定没有的 是后来我从法国回去 回到中国 问我奶奶 我奶奶告诉我说 你上面确实有个姐姐 说是 说是 牛肠死掉了 我就知道 那既然这个红质 他变得 我不知道我身上 这个地方 说是 你刚刚告诉我 这个人跟你讲完话之后 还有吗 是突然之间跑掉了 没有 他就坐在那里 然后很巧的是 我往前走了不到25 又另一个人 又看中我了 又说我身上有红质 我曾经好像听人家讲过的 有个印度人也是一样的 印度人跟他说 哎呀 你这个那有两个老公啊 怎么样 一个有钱一个没钱 也是这种类型的 真的假的 就说 真的 他真的没看见了 那当然了 这种人是灵体附身呀 鬼呀 他附在这个人身上跟你讲话 你听得懂吗 神经兵们都说 你鬼在他身上跟他讲话 否则他怎么会自言自语的 你以为打手机呀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 鬼呀 很怕人的 他告诉你就是提醒你呀 一个红字是你一个姐姐 你现在要把它超度掉 就在这个地方 一定在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了 我不管你哪个地方都要超度掉 明白了吗 你看一看就是 要几张 24张 24张小房子 对 明白了吗 还有他预测你到法国来什么都准的 这个东西 因为你的命中 说明你这个人没有改变你的命运 你的命本来 12345678 就是这么走的 所以他看出来你这个是这个命 明白了吗 如果像柳人修心修的好的 他把命可以改掉 你就看不出来了 明白了吗 除了放生之外 就 你不行啊 要念经的 要许愿的 许愿放生念经是我们心灵法文的三大法宝 非常好的 好吧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 还有啊 你不要太凶啊 因为你这个人对人家很忠心 对人家很好 但是一旦人家富了你之后 你报复心太强了 小伙子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我的运 我的事业 因为 你现在几岁啊 我81年的 81年 哎呀 一直没起车 嗯 一直没起车 对 这鸡根本爬不上去 在小山坡的下面 两个鸡腿 也拼命往上跑 跑跑跑跑跑跑到这个地方又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呢 又有了他翅膀没有摔伤 听得懂吗 又跑跑跑跑跑跑跑到这个地方又掉下来了 两个翅膀一弄又不会 你去看记号 你们把他赶到房顶上 你把他一弄往上挑的时候他不会受伤的他两个翅膀 所以你有 应该说你经常比较幸运避开了一些灾难 好像突然之间有人保护你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有时候 有时候跟别人男生嘛 喜欢打架嘛 总是对方受伤 我从来都不受伤 不管他是练习继练习练什么也好 他受伤 你不一样啊 我去看他为什么 你有鸡爪子 鸡翅膀 明白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会很好的 你今天跟台长认识了 你好好念经 我告诉你就有救了 否则我告诉你 一辈子苦力的干活 当然完全是死了死了的干活 听得懂了吗 改变事情 脾气不脾气 好不好 有 你在三年之后 大概有四年时间 非常走运 看你自己抓的都抓不住了 你可能会做个小老板 做个小乡衣 在法国带中国 说什么 哎呀 看看这个鸡 废法国还是废中国 哎呀 看看哦 废法国废中国 哎呀 你早有这个想法 想再把法国的 不晓得跟中国什么东西 卖到法国来 不要把法国东西卖到中国去 想做点小贸易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对对对 谢谢 没有这个运气吗 我告诉你了 三年之后有啊 你好好念经说不定一年 两年之后就有了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运气要靠自己创造的 要做事啊 要帮助人家的 我放生了 放生 当然放生够的 要念经 明白了吗 对人家好 要念经 许愿不许吃活的海鲜 我不吃 许愿好不好 你想以后做点小老板 你绝对做得到的 我告诉你啊 钱不赚太多 弄个 几百万我看没问题 开心了 不不了 如果以后有的话 要做懂得要布施的 明白吗 到庙里去 或者印点书 把台长的书 告诉人家 人家个个更好一点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不要有钱了之后 我吃喝嫖毒啊 我告诉你 可以把你这些好的福德 全部收走的 明白了吗 好的 过去干过坏事 你知道吗 我干过坏事 啊 讲讲看 没有啊 对的对的对的 没有 你在不存在 我可以把什么信都给你讲 老实一点吧 sit down please 好吧 实际上没有什么坏事 就是跟人家 背后弄人家了 给人家打架了 这种东西 他很容易给你打架的 他就会动动 坏脑进去怎么弄人家 因为别人对我不好我就 对了 你报复嘛 人家对你不好你也不能报复的吗 这也是坏事情啊 听得懂吗 嗯 我不解释麻烦了 你老婆以为 主管女人了 对不对啊 啊 女朋友是吧 不是不是 啊 童修 童修啊 我把他跳过来 谈了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露台长的毛病是乱点灭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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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你以为自己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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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想问一下你母亲的身体情况 你母亲属什么的 48年属死的 48年属老鼠你妈妈 那首先告诉你 这个大腿的关节不好 也没错 鼓掌 第二 你这个妈妈个子不高 对 鼓掌 你们说鼓掌是有没有好处的 经络 经络疏通 我告诉你 还有你妈妈人非常好 很善良 经常帮助人家 对不对 她已经开始念经了 她已经开始念小房子了 因为她以前曾经有堕胎 堕胎 身上有灵性 我想知道一下 她现在身上还有没有 你妈妈堕胎不止一个 对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想知道她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她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哇 还好 27张 让你妈妈念 你妈妈好人了 人真的很好 哎呦 停不下来的 我看这个图腾帽 我不听着在做事情 是的 听得很好 嗯 你妈妈 真的很好 然后 我的父亲是有不太信 就是他现在还没有信 你爸爸 我刚刚想讲的 你爸爸有点欺负他 听他讲他不好 能够让你爸爸跟你妈妈好一点 你就 你就给他们念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爸爸某某某某 我妈妈某某某 化解冤结 你妈妈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再念心经 给你爸爸给你妈妈 听得懂吗 请姐姐这个需要念多少 请姐姐这个念49遍 心经过念三遍 给爸爸妈妈 明白吗 给你爸爸念的时候 不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能增加能量的 你爸爸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念好了 冲着你妈妈妈起来更有劲 哈哈哈 听得懂吗 多给你妈妈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叫你妈妈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慢慢就从奴隶变将军了 哈哈哈哈 妈妈自己都已经会倍大倍重 太好了 太好了 实际上你们家里的钱还是有一点的 那我知道了 明白了吧 知道了 很辛苦 我就不讲了 多少我就不讲了 哎 嗯 然后我想 想请大家 想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然后 哪个部位 业长最多 然后可以 你几几年属什么呢 七三年属牛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啊 你的小肚皮这个地方 还有妇科这个地方 要特别当心哦 是的 舞蹈 好 好 好 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 看看啊 这个部位啊 我看 哦 你要念礼服 大抢尾文的哦 对的 你每天三遍念吗 三遍 对 三遍 然后还要念 24张小房子 好的 好不好 你很好 人听好 谢谢 你很善良的 谢谢 你唯一的毛病就是上当 那没办法 没办法了 没智慧呀 那我自己念 好好念心经啊 明白了吗 我你每天念七遍够不够 不够 像你这都要念二十一遍 你脑子会越来越聪明 你过去年轻的时候 不是有一段时间很好的吗 学校里还做过小领导呢 什么学生会主席啊 或者或者像什么文体委员啊 就类似的 小时候 是的 什么都看得错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好的 好的 谢谢 接下来 三十号 三十号 请二十二号做准备 二十二 你好 我就想问您问题 就是说您甚至说呀 我和我老公在哪 法国发展好 然后因为我老公呢 他现在已经在中国有工作了嘛 然后如果我们要回到法国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很重大的决定 所以我想呢 您能不能稍微细一点看看 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到法国 就是说你跟你老公 想回到法国好 还是台长说上次跟你说 就回到法国好 但是你老公在中国 已经有工作了 对不对 我想问了 就是说我们回法国 能到中午 他都只是在法国 还有几年的缘分 以后还是要不能 这个缘分哪 台长一般呢 是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会动因果的 明白吗 所以人家问 卢台长 我什么时候离婚 我不讲的 明白了吗 这种不能讲的 我们现在呢 可以帮你稍微看看 你听听我的意思 明白吗 你老公是什么 你呢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老公如果不来的话 你怎么决定 我会跟着他 我不会想必分居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来了之后 跟你经常吵吵闹闹的 有坑坑坑坑坑坑坑的 你能不能坚持啊 我念姐姐咒啊 念礼佛 念小房子 念大悲咒 想跟你听 好吗 那因为看到的情况呢 在法国的话呢 两个人会磕磕碰碰 但是呢 这个缘分呢 还不会结束 还会延续的 但是在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呢 他千万要咬咬牙 要挺住 明白吗 就是像电影里面一样 你给我顶住 明白了吗 不许撤退 明白了吗 他因为在法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他都会有一个女人缘 没错 他女人缘 好多女人缘 好多女人缘 女人缘超好的 好多女人缘 好多女人缘 你本事都胎很大 你以为他是谁啊 你还把他放在中国啊 你赶快了 哦 赶快回来了 哦 你不然这怎么办 要除非你跟他白玩 那还是别白白了 那我把他那什么 弄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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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酱油 放点麻牛 煮一煮 烧一烧 那我就念 主题神就 对 那他能够 好好念 这个人呢 人不坏 很容易帮助人家 实际上 你让女孩子 对他好的话 就是他因为 经常帮助人家 没错 哎呀 对 人很好呀 对呀 对呀 女孩子 女人缘组呀 他长得很帅 超帅的那种 哎 超帅的 帅你个混 我告诉你呀 要记住啊 你呢 能管救他呢 因为我念经嘛 我安宁法念经 你不念经也能管救他 但是管不常 哦 你过去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你知道你管了他多严呢 哦 对啊 你再讲下去 我可以把你家谱都讲 明白了吗 好了 回答你了 解决一难杂症了 气量的大一点了 明白了吗 傻的不得了 好了 叫他回来的话 实际上他还能做点事情呢 他在中国的话 他也能做事情 也蛮亮的 但是就是怕 你女人以后 时间长了 你就白了 哦 好 我知道 好 谢谢 明白吗 今天 你到这里来 太太救你一命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明白吗 对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说 在感情上不太顺嘛 后来我就是 那个不认的台长 然后就是 找一个 那个是旅长 对 找一个有通明的功能的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让我去念经 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念 然后就找到台长的博客 我就按他的方案念经 念完之后 那时候我还 不知道怎么想打电话嘛 我还有时候去找他 然后就是 他就说 要找菩萨帮忙 要去念经 但是我 我就不知道怎么念 后来我就念到 先去找他 比如说 菩萨在帮我啊 之类的 菩萨在帮你 对对对 你现在婆菩萨在帮你 对对对 不找 好 好 好 还有问题 还有多问题 就是我在 部分同学们 也有一个小问题 他说 想问他老公 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他老公 七九年的羊 七九年属羊的是吧 对 现在几生啊 三十一 三十二 对 三十一 明年的八月份 要越过之后 有点希望 要越过明年的八月份 就有可能有希望了 听得懂吗 知道了 那 那念什么经呢 赶快啦 叫他念 卢一宝人王 陆一宝人王 陀罗尼 要念心经 而最主要是要念礼佛 还要念小房子 明白吗 要念几遍 理佛念三遍 如意宝人王 念四十九遍 再加一点观音灵感真言 因为这是替他求观心菩萨送子观音 明白了吗 基本上还是有希望的 过到明年八月份 好啊 也有可能八月份 明年八月份一过 才感觉 哎呦怀孕了 明白了吗 但是要好好修心啊 要放很多生啊 可能在中国要放一千条鱼哦 好吗 不要放得太小 这要太小了啊 至少这么大啊 好啦下一步 接下来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三号做准备 哎呦直接上来了你看 我要走了 你到哪去啊 回家 因为我路程太远了 哦你要回家 你想问什么问题 你现在到后面去一点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呢 坐在这里 站在这里问吧好吧 你现在给你插个队吧 你要回家太远了 赶快了 讲吧 我想问一下小孩子事情 你赶快讲啊 小孩子数什么几几年的啊 八七年的 什么问题告诉我啊 八七年数什么的 八七年数 数兔 数兔 啊 想问什么问题啊 嗯 嗯 想问他 能不能和我一起 但是我们 不说很好 八七年数兔 是吧 哎呦这孩子脾气倔的不得了 跟你一样 好麻烦了 你要好好念经 你过去好像 好像做过一些其他的佛教的东西了 学过了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是对的 你身上有一种气场 不是太好 我不想多讲 你现在站在台长面前 我什么都知道 你现在赶紧照着台长方法做 待会拿几本书回去看看 拿点经文好话做做 否则你这个孩子给你一辈子闹下去 你不要讲的 你前世就是个男人 而且你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这个不好的事情 不一定是人间来讲 实际上是什么讲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按照佛教来讲 比方说 你人家夫妻吵架 你跟人家说 这个人这么不好 你把他 不要他了 不要理他了 离婚吧 他这么欺负你 实际上这个就叫东英国 这就是不好的事情 听得懂吧 这些都是不好的 好了 你自己好好地念念经吧 这个事情我就点换你 否则会一辈子跑不起来 谢谢 好吧 好 谢谢 您好 我跟一个就是 73年了 是女的 他身后一部有灵性 73年属什么 女的 有灵性 在颈椎这个地方 twenties AirPods 一年最后一的 母 чет 女的是吧 73年属牛的是吧 先念八张 八张 嗯 他永久不发本 前的没有 我看到 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男的 念经完不好 心不定 评想不集中 明白了吗 好了 18年属老鼠的 肠胃这里稍微有一点 肠胃不好 好了 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 先要给他念 老妈妈你先给他念礼佛 一遍到两遍 然后小房子给他一共要念49张 但是呢 不着急慢慢慢慢来 明白了吗 谢谢 好 接下来27号 27号 好 起来吧 起来吧 没关系 因为有些人不相信的 他们反而觉得不败 因为你是相信的 你知道你学过的 是你什么都知道的 因为我是你的弟子 我是应该的 对 很荣幸能近距离的跟台上接触 非常激动有一点 你话多不多 如果多的话我把话筒给你 话小的话呢 你就是赶快讲 这是我的弟子 海外弟子 我想问一下 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我的业障在哪里 图腾在哪里 颜色是什么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70年的狗 70年属狗的 你的图腾 颜色稍微有点偏深 就是像你现在穿的 这个衣服一样 深一点 不要太淡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 去建工 去跟老板关系 都穿的稍微偏深一点 你会比较lucky一点的 因为你的本色是偏深的 听得懂吗 第一个 第二个 再讲给我听听 数什么几几年 70年的狗 有没有灵性 面障在哪里 那你这个肠子啊 肚子啊 经常会闹肚子 经常会不舒服 特别的当心 这个地方以后 晚年会出毛点 会可能会长东西 跟你过去吃活的东西 有关系 这个太多了 是的 看到吗 其他的地方 灵性都没有了 只有灵性 你的人特别善良 所以你没有灵性 但是灵性很多了 明白了吗 肚子的东西 海鲜太多了 海鲜太多了 图腾在哪里 图腾在哪里 说几个吗 70年的狗 那你这个狗 图腾在铁道边上 铁路边上 狗在铁路边上 代表什么呢 他想巴上火车 尽快的往前走 但是呢 在铁道边上 等火车 火车没来 也就是说 你的命运 经常是等待的 你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都是做不成功 或者有的机会 就擦肩而裹了 告诉大家 对不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还请问台长 适合在哪里发展 一个澳洲 非洲 中国 澳洲 非洲 中国 属狗的 70年属狗的 从地球上看的话 从地球上 如果一张世界地图 看起来 这个非洲是在 你的是右面 比方说 这张地图 是在这样的话 这样的地图 比方说这样地图 你这全球地图 这个是在这面 亮 那是什么地方 南美 不是靠近那个方向 亮 那么中国应该是 当中是吧 澳大利亚是 在这个下面 那你看看 这个地方和下面 都很亮 澳洲和北美 蛮亮的 北美 北美你现在 不就是在北美 南美 南美 哦 哦 哦 那你可能以后 可会到北美去发展 哦 你动不脑轻看 你现在在南美 也做点生意啊 嗯 做一点小生意 嗯 可以坐到美国去啊 北美去啊 明白吗 蛮亮的 我想到澳洲 到澳洲 澳洲 台长 近一点 我过来了 好吧 好 我跟你两个人做点小生意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台长 没了 不好意思 什么事情啊 快一点 我想看一下 那个 2009年的牛 它的图腾在哪里 颜色是什么 哦 2009年的牛是吧 嗯 图腾也是偏深的 偏深的 嗯 嗯 小的时候 可能是 喝的少 嗯 那是它缺水 好不好 好 嗯 它是水牛 水牛 好啦 赶快短短时间啊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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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没有 再换一个 20号 20 好 呃 我想问一下 63年的 兔子 我母亲 我想问问她的 灵性脸上 又是 公图腾里 这图腾在哪里 一年 63年属兔子啊 对 哇 你妈妈有灵性啊 对 有几个需要多少 哎呦 你妈妈有点麻烦 你妈妈这个图腾啊 嗯 身上好像有很多的 一根根尖的东西 在她的 身上 嗯 你明白吗 嗯 可能 可能 她有很多的捏症 嗯 这捏症 以后 会让她的骨头啊 长刺 骨刺啊 或者脚啊 或者骨头啊 方面 盖子方面 也会出色毛衣 怎么样 你赶快给她 念小黄子啊 是吧 你赶快给她 念小黄子 是吧 念小黄子 她 哎呦 你妈妈的脾气 像男人一样 倔的不得了 是是是是 哎呀 感情运也有点 也有点波折啊 嗯 明白了吗 教你妈妈先念四十九章 四十九章 好好的念 嗯 念了她就 妈妈就 你妈妈很仗义的人 很愿意帮助人家的人 明白了吗 但是为了人家 她会受很多伤的 一直 一直帮助人家受伤的 人们好得不得了 哎呦 刚刚碰住了人家 接下来她们嘴巴又讲 你看不是我帮助她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讲人家就 你这么说 明白了吗 她的功课呢 功课叫她念心经 二十一遍 大悲咒 念七遍 叫她念准极神咒 念二十一遍 然后叫她念 一个消灾吉祥神咒 叫她念二十一遍 然后呢叫她放花生 许许愿 然后呢叫她嘴巴以后少讲话 我真的说了好多活的 好多活的 好多活的 啊 使不改悔的走 知道 明白了吗 你需要念多少礼佛和礼佛大圈 卡 礼佛要每天念三遍 三遍 两遍可以 两遍可以 她的功课啊 她的功课啊 你妈妈很善良 你妈妈瘦很长的 你家里有一个老人活得很长的 就是你的长辈 有一个活得很长的 我母亲的老爷好像活得很长的 活得很长的 我妈这边数据都没大 都很长的 看见了吗 什么看不见 你们告诉我 台上有什么看不见 她说啊 啊 只有过去一个电影 啊 台上是看不见 因为这个电影名字就叫 看不见的战线 哈哈 哈哈 她的这个图上的颜色和在哪里 啊 你妈妈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你又不知道担心你妈妈 她瘦很长啊 就是一辈子喜欢讲 到了牙齿没了她还会讲 我真的想一定要跟她说 让她改这个行 我跟她说 不知道多少 对啊 你知道吗 你要找个女朋友的话 她在边上呱呱呱呱呱讲 啊 可以把女朋友讲掉 我相信我相信一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但我就想看到我的父女她的灵性 还有她的孽障 你父亲啊 对 几几年属什么呢 六一年的牛 六一年属牛呢 对 我知道她有很多不好的毛病 但是我感觉 对了 都看出来了 她的魔后母亲正在 都在给人孽障 嗯 改变 真的 很多了 你爸爸已经进步 你爸爸过去不讲道理的 真的 真的 不讲道理 其实我昨天回 在刚从法兰克服务家库做了一桌素 太长 我只还跟我说 太长说了吃那个 吃那些菇 好多吃蘑菇 有一个营养 你看见了吧 我告诉你 你以为今天你问问我的地址看看 我就太长了 很多人在法兰克服听完台长的法门之后 来的时候都不相信了 回去马上要念经啊 还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女士 她老公天天跟她搞啊 她都要离婚了 就不让她烧香了 结果啊 她老公帮她自己 换油灯啊 就是帮她造水供菩萨了 她说不得了的啊 就是因为你两遍 大悲众 我跪在这个地方 看菩萨了 我看菩萨的眼睛的时候 我真的 就像开上 七分闭三分开 就是 菩萨那种眼神就像 哎 我真的不忍心 看你们这些受苦的重生 但是我又放不下 我又要睁开眼睛去 牵手不持牵眼照 你是感觉还是看到 我真的就能感觉到 就是菩萨的那种目的 就是台长 你感觉到台长是这样的 我还有一句 我是 我台长就是在当天 来法兰克宫第一天晚上 要去烧香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 因为我老记不住 菩萨的像的模样 我看见我就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像 我就想把它记住 突然我就感觉 那个菩萨的那个面目 就是 就变成台长 然后就看台长 我一直在巴巴巴巴巴 一直一直在动 我就感觉 然后过一会儿 你以为是你一个人看到 我真的 你知道多少人看见台长 跟菩萨混在一起 就是合在一起 所以不能讲的 因为很多人不相信的 我一讲 人家说 呦 菩萨啦 怎么这么讲话呢 因为我还有40%的肉身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是菩萨 你们全世界去找找看 有没有像卢台长 这种有功能的人 那什么都讲得出来 我告诉你们 碰到就是你们的福气了 所以叫你们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明白了吗 我父亲是61年的牛 我想看他的灵性灭障 我怎么多 你一直看下去 彭台长几句话 就一直看下去了 两个都巴巴巴看了一句 我父亲是第二个 对 我决定是61年的牛 我想看这个灵性灭障 只能看一个问题了 好吧 61年属牛的 哦 你爸爸有哎 有灵性灭障 你爸爸有个兄弟啊 也不叫弟弟 也不叫哥哥死掉了 在他身上 哦 就这样 这个我不会问了 你一问就知道了 那这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给他念17张 17张 嗯 好不好 好 好了 等关了 没办法呀 给你们拖到现在了 先 呃 2号 2号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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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问我母亲 42年的马 那个身体情况 42年出马的 身体情况 嗯 嗯 哇 你妈妈身体虚弱 对对 嗯 嗯 嗯 内分泌失调 吃东西什么 胃肠胃都不消化 嗯 嗯 嗯 不鼓掌我不讲吧 告诉你啊 你要好好把你慢慢念经了 有点爆了 不是太好 嗯 听得懂吗 他年纪不大 年纪不大 有官了 嗯 现在几岁啊 已经有节了 六十九而已 嗯 看着 看着 看着了吧 十足年龄 六十九 六十九是一个官呐 听得懂了吧 对 台长足不得准啊 好 好 好 我告诉你啊 真的 要叫他好好修啦 他如果再不放生不行啊 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有杀烟 杀鸡啊 杀活鱼啊 这种东西太多了 我是看他好像还杀过黄善 善鱼那种 就一条一条的 是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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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然后我应该跟我妈妈念小房子 赶快还有往生众 小房子往生众 礼佛大灿回门 好吗 还有给你妈妈严寿的话 要念一个叫圣无量寿 决定光明王陀佬礼 你就记前面三个字好了 圣无量寿 真是严寿的经验 还要放生 叫你妈妈许愿 这辈子不能才是活的海鲜 坚决不吃 而且叫他不要过生日 就是过生日千万要吃素 而且不要 那个那个那个点蜡烛 嗯 因为实际上他已经 阳寿已经到了 很麻烦的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啊 就是说你要帮他严寿 严寿一个是狂放生 明白吗 还有一个笑自己 生下灭脏 还有一个念 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佬礼 明白吗 然后呢 因为过生日的时候 一点蜡烛下面就知道了 明白吗 只能弄个蛋糕 大家聚在一起 照样可以唱生日歌 明白吗 蜡烛就不要吹了 因为一点蜡烛下面马上知道 小房子要念多少 小房子啊 小房子要给他不停的念了 每星期少念三章 一直念下去 好吧 帮他严严寿吧 不要告诉他 告诉他会走人了 我告诉你 实际上太长看到他身体上已经长东西 他过去已经长过东西 后来动过手术也不要干什么 是年轻的时候 这已经是个小节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要当心了 啊 好了 那我 请问一下 99年去世 现在在哪里 我也在那小房子 叫什么名字啊 卢文友 卢文友 99年去世的 姓卢的 跟台长一样啊 啊 是姓卢了 卢 你应该觉得荣幸才对啊 不好意思干嘛 卢什么 卢文友 卢文友 99年去世 卢文友 最后有什么字啊 卢文友的友 卢文友 卢文友 告诉你啊 看到他了 哎呦 你这个脸跟他长得很像 非常像 啊 告诉你不好啊 在地府里面啊 嗯 要投人快了 我一直在念小房子 你看了吧 要投胎了 但是你如果能把它抄到天上都好啊 没办法吗 我看看啊 要49张小房子 嗯 你爸爸说 小时候他很喜欢你的 很爱我 非常爱我 他说他不放心你 明白为什么吗 他现在信息告诉我 说你感情问题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明白 我感情问题 就是感情问题不顺你 结婚也很满 谢谢 哈塞了哟 好了好了 啊 那么后面这个想讲吧 讲话想想一点 听不见我就不回答 讲话想 我想问一下 四七年的猪 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只能问一个啊 站起来现在只能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那你问一个紧急的吧 我想 我想问一下 我宋教这么久 我不知道 就是家里的亲人 她有没有收到 所以我想问一下 王贵兰 王贵兰 男的女的 女的 她有没有收到我 过去看过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 王贵兰是吧 告诉你好消息了 好消息 拿去罗了 是我送金送的 对的 送金送的 不看了 你看 自私自闭 换下笔感你说 我想问一下 我母亲的身体 她是三三年的鸡 一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 三三年属鸡的 看看啊 你告诉我 直接告诉我 先叫我看她什么部位吧 我可以伸进去看 她现在一个是内风师 一个是泡尔症 是不是灵性病 是不是灵性病 哎呀灵性病 要念多少小方 哎呀 这鱼啊 一条大鱼啊 一条黑鱼啊 明白了吗 嗯 她吃鱼了 她生你的时候 她就吃黑鱼 说捕身体 明白了吗 把你捕的都这么黑 嗯 小方子啊 给她念 十三张就可以了 平时要念 两张一个星期 让她保保平安 听得懂吗 好 好不好 啊 啊 她站起来 她厉害 你讲啊 说什么呢 有什么问题 什么 明年考学 考学有什么关系啊 有没有人考上 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看出来考不上 你就不努力了 哈哈哈 你最好不要去问 考不上也得努力 考得上也得努力 所以台长这种事情 最好不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 考不上你心里有的压力 对她不好的 听得懂吗 不要让她知道 你现在好好努力 给她多念心经 我告诉你 你女儿倔的不得了 对 倔 啊 给她念小房子是吧 这个台长最爱听的 要多念小房子 念九张 我已经给她念十六张 再加九张不可以的 今天怎么这样啊 我上午饭已经吃过了呀 你晚饭不要吃了 嗯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你帮女儿多念心经 你女儿会越来越乖的 你呢 自己也要放下自己 你脾气才缺 哦 不要对孩子要求太高 哦 啊 台长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那女儿2008年的 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讲话 终于背不住了 啊 不是你啊 不是我 嗯 我说有一个弟子我的 终于背不住跑了 能够做到现在真不容易 啊 啊 讲吧 是我有个女儿2008年的 2008年级啊 10月份 10月份 说什么 想问什么问题 赶快讲 她三岁了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讲话 哎呀 嗯 明年过生日 明年过生日的朋友 绘画越来越多了 嗯 按照正常是这样 是啊 明白了吗 他他整了一个 你人生怎么样 啊 还可以 人生还可以 还可以 比较坎坷 感情运很差 跟你一样 是啊 因为是嘛 好好给他念经啊 我们怎么念 我都不知道 你待会去问 他们这里很多人都会念 你们待会都 是台长的弟子 就好好教教他们啊 这么多做功德的机会来了 嘞 你听得懂啊 你看厉害了 已经站起来了 婉痴都大了 直接站起来了 有痰瀢了 您好 会长 我那个 帮我爸爸看一下 然后我爸爸那个 医院已经что书结果 是 恶心主流 然后你 找什么地方告诉我 嗯 我帮你仔细看看 ρ 那个胆 已经切除了 然后还有一个流 没有 还给留在哪里啊 就是在这胆的那个 我看看啊 几几年 47年属租的 哎呀 有点麻烦 哎呀 有灵性啊 不要给他念什么经啊 赶快念小房子啊 49章啊 而且不够的 49章之后 马上要念21章 这个灵性蛮大的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叫你爸爸赶紧第一 46章 对 赶紧叫你妈妈跟你一起 每天要念49遍大悲众 然后心情念七遍 然后小房子先念49章 马上念21章 赶快 明白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还有 还有放生 还有叫你爸爸要许愿 这辈子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 最好初一十五能吃素 明白吗 他不能许愿的话 叫你妈妈替他许 好吗 还有一个就是 68年我的哥哥 已经在医院住好几个医院里住了 然后他是那个 那个肺子已经捡到半半了 还有那个已经那个 你们家族性的念障 讲都不要讲 你们家族有人有杀业的 就是说你的爷爷啊 奶奶啊 或者外婆外公啊 就是过去有人 比方说杀猪啊杀牛啊 就是或者养鸡啊 或者开饭馆啊 就这类似的 家族里面有人开过饭馆吗 那 不知道 那什么 那那那赶快给他念啦 再不念他是短瘦的 我六八年煮好的 你这个哥哥会短瘦的 活不长的 活不长的 嗯 我不骗你的 他还有救吗 我给他念经的 你给他念 还有救 可以拖 我给他念 可以拖延时间 需要刷多少张小房子呢 两百八十张 两百八十张 写上去啊 两百八三张算什么 就一条病了 进什么 那个 那个小房子 进心经大悲咒啊 还有什么 念经啊 念经的大悲咒啊 要念二十一遍 好吧 礼佛大成会文要念五遍一遍 嗯 好吧 怎么 我想请问一下我的父亲 王国延 2009年去世的 现在在呢 2009年去世的 叫什么名字啊 姓王 国家的国 炎热的炎 王国延 你还没给他念小房子啊 念过两张 两张 你的本事大 你两张可以点人家两万张 王国延是吧 哎呦 你爸爸比你好 你很闹的 王国延 王国延 赶快啦 你爸爸自身修得好 你爸爸已经在阿秀 要到了 听得懂啊 你好 李财长 我是83年的猪 然后我想问一下 我弟弟啊 83年的手猪的 哎呀 猪壮篮墙 不回头 听得懂了吗 感情运就是这个样子的 人家跟你不好了 一会好好不好了 你还死要他 一会他又跑过来要你 听得懂了吗 感情运呢 你会上当的 那我是适合找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找外国人啊 找一起找中国人啊 我给你看看啊 哎呀 你找过外国人呢 再说一遍 数什么呢 83年的猪 哎 哎呀 有过一个很好的 就是好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催了 对 对 你可以找西人 也可以找中国人 但是呢 你其实 你有一世是外国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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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能遇到 嗯 嗯 念经啊 那都念什么经 都念什么经 现在想念经 有好力就念经 赶快了 念大悲咒七遍 心经 要念二十一遍 消灾 那个消灾吉祥神咒 明白吗 念二十一遍 还要念礼佛一遍 明白了吗 好不好啊 谢谢 嗯 老妈妈 先给老妈妈 我想问一下 我这两个小半生 你他们是双胞胎 嗯 两千年的龙 像龙 他们生一样 真心 啊 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好一点 小的差一点 明白了吗 双胞胎 一个偏大一点 好一点 偏小一点 的差一点 不是 年纪 生出来的时候 不是有 有一个签 一个后吗 那就是先出来的那个好一点 后出来那个差一点 光亮度 一个后来一个不够 他们在身上有没有 您 有 我看他妈妈在 就是生他们两个双胞胎之前 打过胎也不知道留过残 明白了吗 那当然有啊 就是他那个有时候皮肤非常不敏 对了 讲都不要讲的 一个念九章 还有一个念八章 哎 哎 好吧 我再倒点点水 好吧 谢谢 好了 再给他看看 69年的鸡 你啊 脾气的 倔的不得了 灵性有没有 有 花鸡嘛 涂疼 我的涂疼是花鸡 那不咋的呀 花 鸡道满花的吧 男朋友经常有吗 哎 明白了吗 我的涂疼是花颜色 花的 嗯 当心啊 咽喉部分 咳嗽喉喉不好 明白了吗 脖子这里有点酸痛 太绿了 太绿了 明白了吗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走路很快 哦 可疑是也反了 吓死你的吧 嗯 好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了 回想了 回想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心心的协脱啊 多多 帮助台长救命救生 谢谢